郵票 郵票就用得多了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的郵票是如何誕生的呢? 原來香港郵政總局有個工場 立刻去參觀一下 將郵票由一板分為一粒粒 這個工序叫做爆票 100粒 200粒 是500粒 這位高手短短兩三分鐘就爆到500粒郵票 即是平均一秒就爆到3至4粒 好厲害啊 我叫Sarah 我在這個崗位都超過20年了 我喜歡 Sarah跟我們說 由一板票變到一粒粒 過程好可愛 可以撕一手好票 有客人讚賞 迎合到客人的要求 已經是最大的滿足 人手爆的郵票 似乎會留下細微的紫舌 對比起機器的整齊切口 特別有人情味 爆票之後 郵票會用機器貼在首日封上面 最後會吸上郵速 就做好首日封啦 郵票誕生的過程 歷時兩年 一點都不簡單 我們就會向這個 港大的市民 區議會 學校 和政府機構 邀請他們 就著兩年後的郵票 的舉提 有甚麼建議 郵票的主題和設計 被篩選後 基於寶物原因 會交給法國 荷蘭 澳洲等著名的寶物印刷廠印製 它就是印這些郵票 兩票回來 我們收到之後 其實我們就要將它加工 最後香港郵局工場 會將這些版票加工 製成首日封 套摺等成品 過往不少特別的郵票 都會有香港特色 今年十月 香港郵政將會推出 香港行山徑系列第二號 郵票將會印有 麥理浩徑的泥土 大家記得留意啦